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啟動防美行 好心情藏不住 民進黨在喊 朱主席應該著手修補與美國關係 因為過去錯誤的親中反美路線 高調宣布要重啟 和美方的溝通橋樑 朱立倫前腳才剛離開臺灣 前台北市議員羅志強後腳就突襲 臉書上宣告回歸 三號繼續為桃園行腳祈福 對於前行政院長張順政參選 如何看待 桃園市長選舉要不要繼續走下去 會利用端午節好好整理 再向大家報告 趁著主席出國期間 羅志強反將義軍預留伏筆 恐怕又讓國民黨出現政治風暴 桃園市長突襲徵兆後 還有苗栗縣長提名人選徐志榮被宣布參選 國民黨中央迟迟搞不定朱立倫不在臺灣的時間 丟給秘書長黃建廷繼續喬 徐志榮態度低調只說他始終如一 已經講得夠清楚沒改口過 但黨中央還是堅持不放棄 一旦擺不平地方意見 只怕也未選戰埋下分裂危機 謝謝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